早安 我是Shaw 今天GG出了一个3.25.1 Patch Note 的这个Post 这个更新就在今个星期稍后的时间推出 在 PC 版更新之后 PS 和 Xbox 版才会再进行更新 在这个 Patch 里面主要可以分为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托方者机制的改善 第二部份就是一般改善和改动 而第三部份就是游戏错误的修正 先由托方者机制的改善开始 首先现在他们就重制了Thermaturgic Dust 即是奇述魔尘会如何影响旋渾的风险和奖励 之前奇述魔尘会对整体船运的风险大幅提高 但是相对起来 奖励没有根据风险一样去提升 在更新之后 船运的价值也就是那个风险 会直接反映你那一层船运的货物价值也就是那个奖励有多好 简单而言 如果你在更新之前已经使用奇述魔尘 在更新之后同一个船运所获得的奖励是会提升的 然后第二个 Recombinating Items 使用重组装置 将两件装备合二为一的时候 现在比起之前就会有一个更高的机率 可以合成比较罕有的持续 然后他们也修正了当你打骑劫船运那一只王的时候 当你进去那个地区的时候 你的角色和传送门的位置就会距离比较远一点 这样就可以减少大家错误地进去 按错去传送门然后就出回去的这个问题 到这一部分的最后 他们就在市集里面 加上Uber Boss碎片 之前放漏了的化石 以及Blight Scouting Report 然后到第二部分就是一般游戏改善和改动 首先以下T17的地图持续就有所改动 首先T17会生成鞠齿的那个持续 就由之前会生成6个 现在下调至3个的鞠齿 然后Mark for Death的这个debuff 再不会阻止你的生命或者能量护盾的回复 不过现在这个debuff 就会由原先增加30%所承受的伤害 提升至50% 然后再有就是玩家和他的召唤物 就会由原先每10秒有4秒内 不能够造成任何伤害 由4秒下调至3秒 然后下一个就是玩家会根据最近使用过的技能次数 每次会减少4%行动速度 这一个就由4%下调至3% 最后有一个持续就是令到敌人会有100%增加范围效果 而且他们原先就会造成4个额外的投射物 现在那4个额外的投射物就下调至2个 然后下一个就是怪物会承受减少100%由暴击所造成的压外伤害 现在就由100%下调至35%至45% 下一个就是原先玩家会有50%更小范围效果 现在这个50%下调至25%至30% 然后最后就是玩家会有50%更小的防御 这个就由50%下调至25%至30% 下一个就是稀有或传奇怪物 在他们击中的时候就会移除玩家或者他们的召唤物 10%生命、魔灵和能量护盾的这一项持 如果10%下调至5% 而且他们也移除了一堆T17的持续 第一个被移除的就是怪物减少100%所承受的诅咒效果 第二个他们移除就是玩家最大可以召唤图腾的数量减2 第三个移除了就是玩家根据他附近的友方单位 每一个会承受20%增加伤害 然后他们也移除了玩家不能够获得耐力狂怒和暴击球 同时他们也移除了玩家能量护盾不能充能 而且玩家也没有办法每秒回复生命、魔力和护盾 最后他们也移除了玩家不能格挡 而且玩家不能够发压的这一项持续 然后他们也移除了玩家有90%减少非嘴咒的光环效果 最后他们也移除了玩家有80%更少的生命和能量护盾回复率 最后他们也移除了怪物不能够被偷取生命的 继续都是T17地图的持续,他们就新增了以下的这个持续 这个是Players have 50% to 60% reduce the maximum total life mana and energy shield recovery per second from leech 译回到中文即是玩家又减少50%至60% 来自偷取每秒最大种生命、魔力和能量护盾回复 然后他们再次根据了这只甲虫的功能 这只甲虫现在就会变成它会生成一群额外的魔法怪物 而只有这群额外的魔法怪物才会有800%增加命运卡的掉落率 同时他们也将这只甲虫的上限由原本的最多只能放入一只 变成最多可以放入五只 然后下一个他们就在字眼上更改了 在寿源工艺里面有一个可以令到你把地图变成30%品质 现在他就会说明是比30%一般的品质而不是新的那堆图叮的品质 这个字面上的解释纯粹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到 这个不可能帮一个已经用了Maven图叮的地图 将Maven的品质提升至到30%的 功能上是没有变 只不过是描述上澄清了它实质上的功能 然后再有了Fetchful Cry这一个技能 现在也会在描述里面清楚列明召唤物是不能够获取圣露 然后再有了Singular Carapaces这一点天赋 现在就会改名成为Towering Carapaces 下一个他们也修正了有一些地方 依然将Titanic Scarabs 错误地叫做他以前旧的名 Reliquary Scarabs 的这个问题 然后去到这一部分的最后 在传奇仓库页里面 他们也加回Combs Command 这个传奇头盔的位置进去 而去到错误修正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GG终于修正 之前有些玩家就没办法可以直接透过Yohan去管理城镇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他们也修正了 当你的工人被绑架的时候 就没有清楚列明到底属金是需要多少钱的这个问题 最后他们也修正了在生命、魔力和复合药剂里面 当你加上品质的时候 就错误地增加了那支药剂的维持时间的这个问题 正确应该是增加他们的恢复量 然后最后就是当你在地图仪的第六格里面 放入了一只可以影响地图仪出现什么次序的甲虫 之前就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个问题 现在就得以修正了 然后最后他们又修正了这一对传奇手套 其中一句 之前就错误地令到你所有击中都有机会获得最大的胜露 现在修正了之后 就会变化当你那一下击中是会获得胜露的时候 才会有机会获得最大的胜露 然后最后他们也修正了Taste of hate 这个传奇的药剂 之前避免冰魂冰冻 和获得等同物理伤害的冰冷伤害 这三个能力之前都没有任何效果的问题 然后最后他们也修正了Vengeance 这个核心天赋 之前他就错误地将所有你的击中都变成会生成成路 现在修正了之后就变回只有被敌人击中的时候才会生成成路 然后最后他们也修正了Savage Intensity 这一点核心天赋 之前就没有正确地减少技能所需要的成路消耗 然后最后他们也修正了这张地图的Boss Dodre the Definer 有时候如果你在他的第二形态里面击杀了他 他就未必会掉落任何物品的这个问题 然后最后他们也修正了T17地图又或者熊王祭坛里面的 其中一个效果就是当你使用弱势时就会有隐石坠落的那个能力 之前就没有任何效果的问题 最后他们修正了当你使用这个传奇终结效果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配戴其他稀有终结效果的问题 以上就是3.25.1的Catch Note 以往在每季的点1更新里面 GGG是将奖励上调而且将难度下调的 不过今次难度下调就与机制没什么关系 纯粹是T17的难度大幅下调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更改又足不足够呢? 不妨就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嘴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PoE里面打斜Global 852 Korean 就可以加入香港人的攻击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